我们来看这个民国94年第二次机册 单选第七题 有关于分数除法的计算 下列哪一个是正确的 首先来看一下 它的题目是6又8分之3 除以11分之7加2 那这个怎么算呢 首先必须要把6又8分之3呢 把它划成假分数 请注意这个地方呢 你千万不能6跟8约分 你6跟8约分之后 你算出来就会错误 你算出来就会像AB这两个选项一样 前面不是四分之9 前面是多少呢 前面是八分之6八48 48加3八分之51 这个才对 所以呢AB两个选项很清楚的 这是错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出四分之9 因为它把6跟8把它约分 这个不是乘 这个是6又8分之3 它是带分数 化成假分数是6乘以8加3 所以是8分之51 那接下来怎么算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要把括号里面要先算 先算括号里面 再来除 所以呢 变成11分之7 加上11分之22 所以等于8分之51 除以11分之7加上22 很清楚的答案选D 这个选项 那C为什么会错呢 C请看一下 除法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分配率的 这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地方 同学请不要搞混 C是错的 答案选D 这个选项